今天ET股股推介是港灯2638 经济日报的投资热化组减选原因 港股维持区间上落 俄乌局势仍然存在变数 策略上看好本地的公用股 不收租股就未適宜吸纳住 股份看好有稳定业务收入的港灯 港灯是香港唯一的电力公司之一 业务收入稳定 竞争有限 具有户城河优势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港灯2021年至2023年的盈利 预料会录得29亿、30亿和33亿 按年分别增长7%、6%和6% 今年至今港灯源上升轨向上 策略上投资者可以20天线 在7.8附近收集 中线以大罕级与港灯的目标价 平均大约8.7为目标 跌穿去年9月低位7.5就可以减持 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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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